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祖 今早是推介新澳能源2688 简选原因是内地监管风暴 拖累中港市场气氛 恒指创了去年12月以来的低位 港股震荡加剧 本能提供三个策略去应市 趋吉避凶 建议关注一些政策受惠的板块 包括新能源 股份方面是看好新澳的 新澳能源的母公司新澳股份 在盈起公告当中指出 预计上半年盈利是19亿6千万 至21亿1千万元人民币 安年增加1.7至1.9倍 众金预计当中大约七成的盈利贡献 是直接来自新澳能源 对应有超过13亿7千万元人民币 而新澳股份持有新澳能源3成2的股权 意味新澳能源今年上半年的盈利 达到41亿8千万人民币以上 安年增长是超过5成5的 新澳能源今年的走势 情一浪高于一浪 年初至今累计升了4成7 有货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目标是先看176.5 未有持货者可以看160元以下的水平级 失手148元就要减持了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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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